松菸文窗外傳出三聲槍響後 這名男子拔腿狂奔 用手持槍藏在腰際間 跳上計程車後 要司機快點開車 他就是槍手 而且小黃一路往高雄 但嫌犯自知難逃法網 犯後五小時 帶著槍吃到高雄 男子分局投案 爸爸要去刷槍 什麼原因要開槍 為什麼要到松菸文窗外開槍 嫌犯自爆鎖定了 建設公司 土方建設 土方建設跟你怎麼了 我個人不喜歡 你不喜歡 對 是有什麼恩怨嗎 沒有 年僅二十二歲的郭姓嫌犯 前科磊磊 這回開槍跟土方利益 有沒有關係 幕後誰指使 面對追問 他卻想要一肩扛 還是有人叫說你 都沒有 自己要去的 他怎麼會來的高雄怎麼會 會來的 我有高雄人 回顧整起槍擊案件 嫌犯二十七號一早六點 包車從高雄北上 下午兩點五十分 在松菸外連開三槍後逃逸 接著搭原車往南躲藏 為了製造辦案斷點 嫌犯還刻意在台中 換了力量小黃 直到晚間八點 他帶著犯案槍吃 到警局投案 這一南一北 光包車費用就破萬元 為什麼要開槍 就是因為土方的利益嗎 松菸槍擊案 短短五小時宣告破案 但四個月內三度遭人開槍 不僅造成人心惶惶 警方也頭大 記者台北高雄 綜合報導